这个女人被吊在空中 裤子被剪刀剪烂 而一旁的七寻老头 正抽出一管透明液体 注射进女孩体内 想要她给自己生猴子 女人拼命挣扎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来这家偷东西了 女人名叫小美 她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盗窃 为首的叫小帅 因为家里是开安保公司的 每次都能拿到备用钥匙 所以三人从未失手 但他们每次都只拿东西 不偷现金 而且总价值绝对不超过一万元 这样就算警察被警察抓到了 他们也不用去坐牢 他们得到消息 一个富家女撞死七寻老头的女儿 获得了六位数的赔偿金 这笔钱就藏在老头家里 而老头家的安保系统 刚好装的是小帅家的 小帅一听要偷现金 而且金额巨大 顿时撂挑子不干 回家后她在网上查阅消息 发现老头原来是个退伍老兵 而且在那件事情之后 富家女也离弃失踪 但小美还在劝说她参与行动 因为她爸爸早死 而母亲又隔三差五 带着新男朋友回家 她决定干完这票大的 带着妹妹离开这座城市 小帅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人赶到老头家附近猜点 发现附近都没人居住 不会有警察巡逻 而且她还是瞎子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于是他们决定天黑就行动 等大爷熟睡后 用加了料的香肠迷魂大花 再翻墙进入院子 但是却发现大爷家的门 全部从里面锁住 小帅的备用钥匙根本排不上用场 于是身材瘦小的小美 从窗户口爬了进去 先是用遥控解除警报 再给他们开门 为了不发出声响 他们小心翼翼地脱掉鞋子 进屋后三人分头行动 小美和小帅在屋内翻找现金 胡子哥去迷晕老头 他刚拿出药瓶用针戳破 老头瞬间坐了起来 胡子哥呼吸一紧 好在对方只是伸手关了个电视 之后又躺下来 他赶紧将瓶子放在桌上 捂着鼻子离开房间 下楼后 几人脚步顿时大了起来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扇门前 上面还连这一把锁 他们怀疑藏款就在里面 胡子哥拿来一根铁棍 用尽全力依旧不能把他撬开 于是他从包里掏出来一把手枪 小帅看见立马阻止他 因为入室抢劫还带着枪 对方就能依法将他们击毙 可是胡子哥依旧不听劝 小帅只能拉着小美离开 但他并不愿走 就在这时 胡子哥直接对准门锁 扣下了板机 小帅见状只好自己离开 这边胡子哥刚将门打开 本带迷晕的老头却走了出来 他只好说自己喝醉走错路 老头不经意间踩到掉落的门锁 才不相信他的说辞 直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问他还有几个同伙 他看了眼小美 说只有一个人 就在他以为老头就要放过他时 下一秒 直接一枪爆头 目睹一切的小美顿时瞪大双眼 藏进了柜子里 这个瞎老头正在处理尸体 突然吱嘎一声 他意识到这个房间还有其他人 举起手枪对准女人的方向 被指的女人平住呼吸吓得半死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 及时转移的老头的注意 他们才得以脱困 原来这三个人想盗窃老人的赔偿金 无意中发下了一个门锁 他们怀疑钱就藏在里面 胡子哥拿枪一把崩开了门锁 这时本该被迷晕的老头突然走了出来 将胡子哥一枪爆头 目睹一切的小美躲在柜子里 看着老头搬开木板 输入保险柜的密码 确认钱并没有丢失后 转身离开 另一边的小帅收到小美的信息 再次返回屋里救他 却在过道上和老头碰了个阵阵 好在老头只是上前将门窗再次锁住 并没有发现他 于是两人顺利会面 小美还惦记着老头的钱 输入密码 将他的钱全部装进包里 刚想离开 这时老头又进来了 拿着麻袋处理胡子哥的尸体 这时小帅发出的声音惊动了对方 好在胡子哥手机响起 救了他们一命 老头也拖着尸体离开 他们也找到一个地下室 准备从那里出去 另一边 老头拿着句子刚想解尸 突然闻到一股脚丫滋味 他走上前在地上一整摸索 找到了三双鞋 原来闯入家中的不止一个人 他赶忙打开保险柜 却发现里面的钱全部见了 顿时怒上心头 这时 突然听到一阵风铃声 正是从底下室传来的 此时地下室的两人 看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步 透明玻璃前 一个女人正被绑着 正是之前失踪的富家女 此时的她正向两人求救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小帅督促小美赶快离开 等出去后报警让警察救她 可是小美却圣母心发作 她输入密码 很快玻璃门被打开 解开富家女的绳子 三人搀扶着离开 此时门已经被锁上 小帅费好大劲终于将她打开 却被守在门口的老头一枪击中 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紧接着又是突突几枪 不小心射中了富家女的头 她摔倒在了地上 老头一步步走下楼梯 抱着富家女的尸体大声咆哮 盗窃团伙偷走了老头的养老金 还要救走被她囚禁的富家女 突突一阵枪响 富家女倒地而亡 奇怪的是 富家女明明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但老头却抱着她的尸体崩溃大哭 紧接着 老头直接拿出钥匙 把她折断堵住锁口 而后直接拉下电闸 屋子顿时漆黑一片 眼瞎的她根本不在意 因为接下来就是她的主场了 摸一摸排气扇 用手扶住房梁 就能确定所在位置 而小美在黑暗里摸索 直接走到了老头跟前 好在小帅发出声响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一把掐住小帅脖子 正要开枪 发现这时已经没子弹了 找到机会的小帅将她撞倒 两人离开了地下室 却又碰到了醒来的恶狗 慌忙中 小帅将要是递给小美 让她想办法出去 自己断后 但她怎么会是老头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对方击倒在地 最后更是直接拿起尖刀 对准她的腹部直接刺了下去 另一边 小美好不容易将通风口踢开 就要逃走 却被赶来的老头一把拽了下来 只见老头直接将她按倒在地上 一拳又一拳朝着她的脑袋砸下 直接晕了过去 等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地下室 这时老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原来她的女儿被傅家女撞死 对方只想用钱脱罪 于是老头将她囚禁 让她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而他们三人的闯入 害死了傅家女 她的肚子里此时正怀着自己的孩子 老头将傅家女的尸体装进箱子 往里面填好水泥 之后来到小美身边 打开冰箱 拿出里面的药剂 用吸管将她吸出 剪开她的裤子 将药剂插入体内 她拼命挣扎 但是却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的小帅一把砸中老头脑袋 原来在危机关头 她用胡子割的尸体挡下 并没有被刺中 他们将老头的手铐住 还将药剂直接插入老头口中 让她尝尝滋味 之后两人转身离开 小帅刚将门锁打开 就被挣脱手铐出来的老王击中脖子 当场领了盒饭 小美见状赶紧往门外跑去 身后恶狗紧追而上 好不容易跑到车上 却发现庄前的包吊落在了地上 顿时心太崩了 她直接打开后备箱 拉开座椅 将恶狗关在了车内 下车捡起钱包 就在这时 老头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了回去 等醒来 发现警报器就在身旁 她直接按下 屋内响起的警报声让老头失去了优势 不再能通过声音辨别方向 只能对着屋子胡乱开枪 却被找到漏洞的小美直接击中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小美见状直接拿起背包 离开了别墅 可赶来的警方刚好错过 几天后的机场 小美带着妹妹正要离开 就当她以为自己终于高枕无忧时 老头出现在了新闻上 原来当晚她并没有死 而是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她也成为了勇斗歹徒的英雄 但对于那笔巨额赔偿却只字为题 看完新闻 小美心中久久不安 随后带着妹妹离开了这座城市